你看我今天给你选了这个位置好不好 我现在都没口 那你前面不是也飞了很多鱼吗 我不管我没口 等下我上不了啊 我就给你装到鱼户里面给回了 我又不值钱 你回个锤 公子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开五包料啊 开开那么多吗 那因为今天说400多个正调 你不开那么多料吗 今天正调我们正调啊 对啊 正调 我不打正调的 我打正调手气特别黑 我跟你说我正调的 运气基本上是永远抽不到好位的 或者抽到好位绝对拳到没口 我我不要正调的 我我我抽签运气特别差 我手枪要不要我帮你打 我不想打这个 我不想打正调 来就来了你必须得要打 你现在一脱就退不掉的 我今天我今天又又被你坑了 那我们表妹把你脱啊 我们表妹很厉害的 我把你抽到好位 我跟你说你没给我抽到好位子 我帮你拖一下糖尾鱼 我我把你当鱼给回了 他抽到好位子的话 你要买个冰淇淋给他吃到 那没问题 啊哎又是正调哎 这个调多好啊 你看这么多人陪着你调 是不是 2122 疯子 疯子是顶级的号 然后要把他把他放大一下 然后是脚下来进了 疯子 哎来来来来来 我上 真凉下一个你 他不是在脚上了 不是乘战队的 不是乘战队的 不是乘战队 好好 我自己拿走 你今天拿走 等一下我过去 走走走走走 我跟你说啊 我你要是今天抽的这个位子 我钓不到鱼 我就把你撞到鱼货里面给回个老板 哈哈哈哈 都没有你 我们这边开始了啊 开始了之后 我们先在上面呢 先去给他抽窝 先去聚窝啊 先把窝子做好 虽然说很讨厌打头场 但是今天小伯妹帮我抽了一个大鞭 先把窝给他做好 那么一开始呢 我选择的一只杆子是 三米 是一只三米的一个杆 2.0的主线 浮漂次线的话是在一个四克左右 就是前期啊 我们打快一些 尽可能的打快一些 让他的一个浮漂次线量大 因为前期口快 重漂的话可以快速下里 还有一个作用 他可以去 去规避一些小动作 可以过滤一些虚假的一些信号 我在前期坐窝是至关重要的 好 我们开始呢 是 今天的耳料呢 它是一个水母 一般的像这个水母啊 在广东是不给用的 很多地方也是不给用 但是广西这边 嗯 今天它给用 它水母的一个状态 它入口性 它就比 像拉格球啊 拉斯开出来的效果要 要更好一些 这边我们前期钓也是一样的 如果下去没口 马上起 下去没口 马上起 不要等 因为我们现在是打了一个前期 啊 不需要等 前期的话 闪炮 刚刚带 大炮啊 越大越好 啊 那个 那个 上面 帽子 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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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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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再来 哈哈 等一下后期 或者白 没口 嗯 再换一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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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么大 我 我这样飞的就好吃亏 这是干子式 打这么大的 太吃亏了 直接就是 一斤半左右 我们 我们这个干子呢 印度是在飞 飞一个 一斤 极限的话 可能飞到 那个一斤半左右的 把这个直接上来 就是一斤半起步的 飞的直接 干子顶得有点难受 手也是 是 两头跑一跑 飞了 飞了 感觉大了 飞不动 飞不动就有点吃亏了 它这里的这个鱼啊 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太难飞了 太大了 我们干子只有九号干 九号干 飞着一斤半的鱼 有点伤手 我觉得要改变策略了 如果强飞很容易 第一个是跑鱼 第二个的话很容易榨干 对面的钓友已经榨了干了 而且的话还很伤手 所以我决定了 我不磕了 直接改飞操 可能飞操相对来讲慢一些 但是比起伤手啊 或者跑鱼啊 就是它的一个成功率会更高 可能它只会比飞磕慢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影响 鱼型也不是说到底 马上就给口的那种的 所以立马改成飞操 我不要打飞磕了 可能打飞磕的话 效果更不好 飞操稳一些 稳拉稳扎 打飞磕 你 就要自信了妹 妹 就要自信了 我猜这里真的是泡了 我猜这里是什么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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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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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非要表妹那裡卡沒有那卡太高 现在这边的这个鱼情 就慢了一点点 我感觉我这个窝子里面 这三米的窝子里面没有多少鱼 那我换三米九的上去 换三米六的 感觉因为它有敌仰 我三米的位置靠近敌仰太近了 怀疑这个耳料慢慢往前推 所以换三米六的再往前面去一些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一个散炮抽下去 跟这个窝子抽下去 我们的一个钓点是三米的位置 它有敌仰的一个情况 它就不一样了 它很容易把我们的窝子给推到前面去 还有三米的位置 它这个岸是往外面凸的 往外面凸出去 我们钓三米的位置 得以说钓两米七的了 我们这个鱼户也比较长 鱼户长了之后 离自己的窝点也是特别近的 所以还是钓三米六的 等一下后期没口 或者打一会没口 我们再换肝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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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把自己的正常都放在裡面 直接放在那裡 死 我们现在从3米6的又换到了3米9 同样将这个线组再次换小了 现在太阳出来了 这鱼情会相对来讲会越来越慢 那么细线它一个出口相对好一些 但从3米6换到3米9的时候 我们又换了细线 尽可能的扎着掉 不要一下打出去 因为我后面还有软杆 就是为了防止打后期收后面的鱼的时候 用打满杆或者说是打九分杆 就是正常的钓 可能再伸出去摸 因为现在的话还是有一些口 所以尽量不要打满 特别在从短杆换长杆的这个步骤 那个 我们钓了两个多小时的 现在口冰线少了 接下来我马上要开3米6 换个小线出来钓 看看能不能在外面搞几条鱼回来 我也好 我们一上岸了就可以了 接口 看来还不能关线 起 这个装插失败 我逢子觉得起 这麻烦大麻烦 这条约搞逢子 看到啊 我的心太小了 所以说起的时候就断掉了 我们接下来打个分操吧 没时间 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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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边已经打了半场了 但是现在的鱼情已经特别慢了 我换了三米九是一直扎着掉的 打的是六分干 所以现在鱼情慢了 开始换细腺再往前面去了 因为这鱼打着 我前面是感觉到有鱼的 所以再往前面去伸一些 看一下能不能再摸一些鱼 应该已经没前途了 这软干换的也是一只三米九的 主线直接换到了1.5了 扶标之前也给它降下来了 也降到了1.4了 主线直接给它降到1.0了 等下到时候再换0806 再往前面摸 的话 服客 你 优优独播剧场 关注 我们折到2.10 熊 现在是真的凉了 凤子哥哥 哎 热不热 你咋又来了 什么叫又 我是来给你送水的 你这树荫下面躲着呀 这里也很凉快 你看我今天给你选了这个位置好不好 我现在都没口 那你前面不是也飞了很多鱼吗 我不管 我没口 等一下我上不了岸 我就给你装到鱼户里面给回了 我又不值钱 你回一个锤子呀 起码你有点金属啊 我很轻的 我就是羽毛 你走开 赶紧到树荫下面去 快点了 你已经想我手术 不会呢 我给你那个叫什么 哎呀我又戳过一口 疏通筋骨 疼痛痛痛痛 走走走走走 那你自己掉 走了 到树荫下面去啊 多掉一点 好 好 你咋样 现在还有口不 现在口比较少一点 我那都停了 停了是吧 我已经停了 我已经停了一个半小时了 可以了 我跟你讲已经上岸了 难讲 我还不一定 你很恐惧打头 今天的鱼情还可以 是不是 你看表妹 拖的位置 再说她拖了个大鱼啊 可能大鱼大鱼 鱼确实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中间靠仰富呢 鱼还是会多一点 反正了 从那边过去啊 对对对对 我那边那边那边的那个大鱼呢 二边三边都收了 都收了 没什么 那就是没什么 我们这边呢 偶尔还会来个口 说说你那边停会早一点 我这边停会慢一点 鱼量呢 我这里也大一点啊 对 正常的 但是还好 因为通常的话有这样的鱼情啊 对 已经送着好 很可以了 也不错了 嘿嘿 摆到鱼头 倒了鱼这个 倒鱼了鱼 好漂亮啊 我们现在呢 这边准备提前收了啊 因为全堂呢 几乎都没什么口了 我这边的人呢 都已经全部早早收了 然后胡志成大哥呢 那边也准备收了 因为再坚持下去呢 就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动作了 所以我现在呢 先打这个边边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摸到几条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鱼鱼啊 还有一点 你词仪仲仲工 但是呢 看他要打 Bond 我这些 打垂直 托垂直 我来打垂直 你刚刚才 等等 我来点 我来打垂直 好 真的 好 我呢 你 好 112总共多少105加112217 你帮我准备表妹 都得做吧217217 这个今天在山游吊厂4个小时 总共吊了237斤螺费 今天我们完美算400多吗 那我们今晚是不是可以吃点带壳的东西 今晚我们必须安排吃带壳的 好吧 咱们呀 好 渔森大哥 今天看了这个黑坑正钓的感觉跟野钓怎么样 因为你都是经常打野钓嘛 有啥区别 我觉得吧 我觉得其实跟咱们经常野钓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咱们野钓呢 经常要跟去不同的鱼啊 然后又去 要去想啊 要去花脑筋去想 用什么鱼的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黑坑的正钓呢 我觉得对基础啊 对基本工 基本工是要求比较高的 对 而且舆情的一个判断 你看到我从3米的换3米6的又换3米9的 而且我干净 我觉得很奇怪啊 前面一个小时就是款口 然后呢 下一个小时就基本上就没口了 这个时间当口啊 这个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打这个啊 为什么对基本工啊 对手脚一定要快 它就是 黑坑它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好钓 对吧 但是它开口期很有限 所以当别人基本工不好 在同样的一个开口期 别人一个小时会掉的 可以一个小时上岸 达100多斤 不会掉的一个小时也就二三十斤 区别就在这里 我看你今天也早早上岸了 咱们想一下吧 晚上去哪吃饭是吧 对 而且我觉得黑坑呢怎么说呢 最关键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我就是对体力要求很累 很累的 这个我看着都累 对对很累的 因为抢嘛 一直抢一直抢 我给你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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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 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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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斤就100斤伤 今天表妹就不用装户里面去了 今天整个一个做掉其实是一样的 像打这种投场 不会是几个问题 首先是一个位置问题 抽位的问题 第二个呢 鱼型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一般的它不会给你狂拔时间太长 都是说是在前期去抢 前期抢完之后呢 就是开始摸 我要从三米的干换三米六 换三米九 再到最后是伸出去摸 就整场做掉的一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 从快口到慢口 如果前面一个小时快口抢不了多少 那后面几乎就没救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